哈嘍大家好我是達爾 今天這部影片要來介紹一款 全新上市的 TRPG 遊戲 龍喜神級 這款遊戲是一個策略 TRPG 遊戲 並且已經在多個平臺推出 包括蘋果商店 Google Play 商店 或者 Windows Mac 上面 都可以下載到這款遊戲 那我們就一起進到這款遊戲 來瞭解 他是一款什麼樣子的遊戲吧 那在遊戲的開場 他就會向我們展示蠻多精美的動畫 以及主角要通過的 感知檢定 對於之前有玩過D&D桌遊 或者波德之門的玩家而言 這種檢定應該不會感到陌生 我們在遊戲內的許多任務 關卡活動 通通都需要通過一些 屬性檢測 才有辦法成功完成 遊戲主要玩法是以過故事劇情為主 但是他沒有存檔出來 所以假如說我們在某個地方的骰子 沒有骰到自己滿意的結果 那也只能夠接受現實了 我們在遊戲開始的時候 可以選擇種族 分別有人類 矮人 半精靈跟蜥蜴人 種族之間會有一點點的屬性差別 但除此以外 就我目前的理解 他們就只有長相上有區別 所以我們在創建角色的時候 可以優先選擇一個 自己可能比較喜歡的外表 去做創建 對於屬性比較大的影響 是在續張結束之後 我們選擇的職業 我們可以選擇的四個職業 士兵 盜賊 考古學家 跟演員 分別有不同的優勢屬性 同時也會多出6點可分配的屬性 那不論你選擇哪一個職業 在進行加成的時候 建議都是盡量把我們的 屬性點點到偶數點 這樣才可以獲得對應的調整值加成 在遊戲等級提升之後 我們可能還可以再獲得更多的屬性加成 那目前我不確定哪一個屬性真的是最好用 但我自己是選擇敏捷 因為我喜歡偷別人東西 沒錯 這遊戲是可以偷別人東西的 不過如果你被抓到 可能就得賠償雙倍的錢 或者如果你能夠成功通過商人的魅力 檢定 可能你也可以不用賠錢啊 這款遊戲的主要玩法 我覺得是過他的劇情 還有世界探索等等 我們打開地圖可以看到 以手機遊戲而言 這款遊戲 他其實有蠻大的世界地圖可以探索的 而且還有不同的地區可以切換 出現重要劇情更幾乎都是 全部都有英文配音 在通過特殊劇情的時候 也會有一些專屬的過場動畫 讓我在體驗這款遊戲的時候 我覺得有更多的沉浸 以及帶入的感覺 接著我們一起看到遊戲的戰鬥系統 遊戲的玩法是一種 半即時制的一種戰鬥系統 我們可以上陣最多五個角色 去跟敵人進行戰鬥 每個角色都會有三個技能 分別是他的被動 戰技跟威能技 我們可以讓角色在戰鬥中 自動進行戰鬥 以及自動釋放他的威能技 當然在戰鬥中 我們也可以選擇手動釋放 看你要對誰 對哪個地區 或者抓什麼時機來釋放這些技能 那我們遊戲中 角色獲取主要有兩個管道 一個是靠英雄召喚 英雄召喚又分成日盲 跟星輝的召喚 後面當然還會再推出 各種不同的太陽技輪替之類的召喚 傳說的獲取機率是3% 並不算是特別難抽 不過就是這個骰子的獲取管道 目前來說比較稀少一點 一般玩家目前可能都是以 星輝召喚獲取 史詩跟普通英雄為主 除了靠骰子的召喚以外 我們每12個小時還可以獲得一個 一界號角的免費抽 使用這個號角我們可以選擇 適合隊友的標籤 骰子如果能夠直到20點的話 就可以獲得一個傳說英雄 不過目前來看 他這個20點的骰子 並不是這麼好值 那在開局傳說英雄 比較少的情況下 我會認為我們的主角 是一個非常強大 非常值得培養的英雄 主角是一個可以切換成 三種不同屬性的一個角色 這會讓我們養一隻就變 像等於養了三隻英雄一樣 而且主角很多技能 其實真的都還不錯用啊 能夠切換屬性有什麼用呢 這遊戲有一個東西叫做元素 氫和這個元素氫和 每個賽季都會改變 目前S1的賽季分別是 雷光一組 火毒一組 冰暗一組 基礎的元素氫和效果 我們進到戰鬥前的 左上角就可以查看 三個人元素氫和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獲得 攻擊跟防禦的20%加成 五人的元素氫和則是要通過 我們在 混合這邊元素氫和的提升 才可以獲得對應的效果 當然這邊也可以提升到 三人的更多加成 能夠獲得的效果像是生命 防禦 攻擊 或者 對應屬性傷害的提升 提升的方式則是要通過在推進 我們主線任務 或者日常探索之後 獲得的 親和容積 所以在遊戲月後期能夠組出一個 越有 親和的隊伍 就會有越大的優勢 在遊戲後期一些關卡裡面也會有 限制某種 屬性 造成傷害能力的那種關卡 所以也可以預期就是我們在 遊戲的中後期 最好是能夠培養出 依據賽季分配的三種不同元素 親和陣容 至於我們在遊戲的前期要培養些什麼 角色 我很想告訴你就是有什麼傳說 用什麼傳說 但很可能不是這樣 因為一來 你可能沒有抽到這麼多傳說 二來就是 有一些傳說的強度其實是不如一些史詩 甚至是稀有角色的 許多隊伍的配置比起高稀有度的英雄 更講究的是一些合理的搭配 那什麼是合理的搭配呢 像是這邊 你看到我的一個傳說英雄 若倫 他有一個叫做鼓舞的效果 微能機的效果也是會對 有受到鼓舞的友軍有加成 所以在隊伍搭配上 如果你能夠上陣 其他有鼓舞的角色 很有可能就會比你直接上陣 其他的傳說角色要好很多 當然其他職業也有像是寒霜 無味之類的效果 怎麼選擇一個最合理的隊伍搭配呢 我自己目前的理解是 不論稀有度 先使用兩個前排 再加上三個後排 包括奶媽會比較萬用 不過比起自己隨便搭配的英雄 我更推薦大家可以進去到 每個關卡 你想通關關卡裡面 左下角都會有一個推薦陣容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其他玩家用來通關這個關卡的一些陣容 當然我們可能沒有一些玩家的傳說角色 那我們看到右上角會有一個 顯示非傳說的陣容 可以打勾這個 可能就可以比較好幫助我們 找到屬於我們自己合適的配對 那沒錯這個遊戲的主要玩法 除了推進主線以外 另外也有很多的日常副本可以挑戰 這邊可以獲得升級經驗 角色突破用的素材 角色技能升級需要的素材等等 其中有些也可以跟朋友組隊獲得更多的獎勵 然後其中最重要的應該是 每天的委託任務 完成之後可以提供大量的經驗值 方便我們可以再推進更多的主線 那其他這遊戲 當然也還有非常多不同種的玩法 像競技場 他也有不同種類的競技模式 那這部影片就先把這款遊戲的一些基礎 介紹聊到這邊 如果後續有想看到更多關於這款遊戲的一些 攻略之類的情報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這部影片就先聊到這邊 看完喜歡的話 千萬不要忘記點贊訂閱我 我是達爾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拜拜 訂閱我 按一按鐘 大家可以吃 我們下部影片見 看一看 什麼 鞭心 按鈴 看都往來